到时候到时候我去接你 然后到时候一起回家 嗯可以可以 到时候一起回家看一下爸爸 然后就看一下妈妈 好的你也没有见过爸爸的吗 对不对 好的好的到时候我带你去见 我们去沙沙泛羊 我一直想去一直没有去 因为我一直都在外面打鼓嘛 嗯 然后时不时的都不在家 所以就一直没去 姐姐的声音都像你 是吗 说夏双包姊妹 像吗 家人们我觉得我没有姐姐有气质 也没有姐姐漂亮 我看姐姐那些照片真的好漂亮呀 家人们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了 还没有关注姐姐的关注一下啊 姐姐你以后你就把网名改一下吧 那样的话以后家人们想看你了 就是搜一下你都搜得出来了 我好像现在网名 我那天好像改了不知道改了个什么东西 你现在是886134这样子 不可能有网名的 你现在是你现在的网名是一个名字 一个号码好不好 家人们对不对 一个号码吗 对啊 你们去看一下是不是一个号码 我看到的是一个号码呀 一个名字吧 我去看一下 我去看一下 去号码 对呀 你们改四个号码啊 改一下 等一下我改成 等一下我改成阿兹姐姐吧 可不可以 家人们可以改成阿兹姐姐吗 你们说 可以叫号码哦 家人们你们想一个名字吧 你们觉得我姐姐她改一个什么名字 对 家人们给我取一个吧 可以是吧 叫什么号 你们觉得给我取一个好一点的网名 对对 家人们我们一起去 我们一起把我姐姐想一个 因为我姐她 她以前发的照片都是应该是我猜 应该是都是为了发一些娱乐照片 她没有一样觉得去开玩这个号 有可能 所以呢 她也没有设置什么名字 我们给她想一个名字 就叫阿兹姐姐是吧 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 漂亮的姐姐还是阿兹姐姐 阿兹姐姐吧 阿兹姐姐多一点感觉 我看你家人们都 可以可以 那你下次 你就改改成阿兹姐姐 叫那家人们 那叫阿兹姐吧 阿兹姐 有的人说叫阿兹姐 阿兹姐还是阿兹姐姐 阿兹姐 阿兹姐的话好像你这个名字变成你的名字一样了 多了个姐嘛 比你的名字上后面多了个姐 阿兹姐姐 阿兹姐姐 阿兹姐 阿兹姐 你选一个吧 叫阿兹姐姐还是阿兹姐 我觉得都可以 都差不多一样的 阿兹姐姐才好听是吧 都可以的都可以的 反正这两个都一样 阿兹姐姐也好 阿兹姐也好 你喜欢怎么去就怎么去吧 对不对家人们 阿兹姐姐是吧 姐妹的话 这样子好不好 等你回来的时候 我们穿着民族的衣服 然后去杀杀 我爸爸发眼的那个地方 去拍照可以吗 可以 我们可以去拍点艺术照什么的 对 我也想去拍你的 那个作品里面的那种照片 那是很久前拍的了 很老了 可以可以 到时候去拍啊 家人们 你们好不好 你们说好不好 到时候跟我姐一起拍一个 这样子 跟那个朋友圈里面的那个照片一样的 好是吧 可以可以可以 我改成阿兹姐姐吧 可以的可以的 你就改成 你喜欢阿兹姐姐的 可以的可以的 你就改成阿兹姐姐吧 家人们还没有关注我姐的 就关注一下我姐啊 关注一下 关注一下我姐 等以后就是有机会了 我姐到时候 有时候我没有直播都可以去看我姐直播 知道吗 姐夫呢 他们问你姐夫呢 姐夫踩花去了 你好幽默啊 家人们对不对 我发现我姐的好幽默啊 到时候姐夫就踩花去了 踩什么花去了呀 我听我妈说姐夫你们两个关系不怎么好 是不是真的 天花去了 我是妈妈她开玩笑的呢 原来是真的呀 对啊 对啊 我听我妈说 你姐和你姐夫也关系不好 所以呢 也挺伤心 怎么怎么的 也命苦 我妈这样说 一遍次我说 我姐的话跟着你幸福怎么样 然后她就说 你姐不幸福 她说你姐 她过得挺辛苦的 她说 你也没有读书 是不是真的 是啊 我生下来就被她们嫁出去了 我生下来眼睛的不整开 就被她们嫁出去了 你定了王文青 你嫁的是王文青的人是吧 是啊 哎呦 太难了 但是有的时候想想 他们开心 自己点委屈一点无所谓嘛 所以这样一直过着这样的生活 姐姐你太优秀了 真的 家里都没有那么 寸 什么都挺乱的 然后再加上 我跟着乱的话 跟着乱就乱 所以就无所谓了吧 我知道 你就是觉得 爸妈他们现在也目前挺乱的 然后你就 不跟着他们一起乱了吗 你就委屈了自己吗 哎 就说一个节目 我姐 她也觉得真的 因为我上一次我妈这样跟我说 知道吗 我妈说 我姐过得苦 比我过得还苦 她说 虽然跟着她 她说 但是姐姐是大的 所以呢 她后面 在别人家的时候 干嘛的时候 都是挺辛苦的 说什么 成大 后面的一些弟弟妹妹什么的 所以她 我妈说 我姐她比我过得还更辛苦 这样子 知道吧 而且我小的时候 也没有 在他们身边长大的 那你在哪 长大 我在姑姑家 每天放到这里 放到那里 挺那个的 你意思就是你在小姨他们家是吧 在姑娘 哦 哦 对了 我都没有问 我妈妈他们有几个姐妹 我知道有两个舅舅 但是我没有 我不知道有没有姑姑 有没有 姨 你有一个 有一个小姨 哦 我知道是有三个舅舅 三个舅舅 一个妹妹是吧 那就他们是四个 五个 是五个 这样吗 对不对 哦 那你 哦 我知道了 哎 反正那你现在过的 每个人的人生都不一样的 姐姐现在在盗恋出来了 管住盗恋的地方 哈哈哈哈 没用 我流脾气了 哈哈哈哈 你就 平时有时间的时候会去健身房 嗯 健身一下 因为 太胖了不好 哈哈哈哈 我太难了 这样吗 我在我在管 我在管 是吧 是啊 一是有办法 说不完的 说两三天都说不完 我们的家事 对呀 一下子又说个头 说个文 都说不清楚的 辛苦你了 辛苦你了 姐姐 你也过得挺辛苦的 哎 搞得嫁给王王亲 然后现在 感情不怎么好 这样挺辛苦的 真的 你一个人 我听我妈说 小孩都是你自己 你自己一个人 顾着的 虽然你们两个 没有离婚 是啊 没事 下一次我见到那个姐夫了 我教训他一下 对不对 这样吗 好不好 我们一起教训一下姐夫 我都很少见到他 呃 你都很少见到他 收拾他 对对 让姐姐过得那么辛苦 对吧 对不对 家人吗 可能这就是 命运吧 所以 也不能怪谁 可能过自己的 命不好 你说命不好吗 也挺好的 挺健康的 那这个 也还好 不过苦的人 也还是挺多的 所以人嘛 没事没事 只要健康就好了 健康就好了 对不对 家人吗 没有什么 比健康更好的 是啊 现在这个 现在这个社会 人状太多了 嗯 对 没事没事 健康就好了 对不对 家人吗 到时候 问一下我姐吧 家人吗 到时候 我混得好一点 我有自己的 路 更好的路 或者是 有自己的 跟她的起 自己的事情的话 再说吧 好好 支持你 我们支持你 加油 还有 还有一个就是 为了小孩 还有一个就是 为了爸妈 自己的话 都无数问 对对对 看一下姐姐 姐姐说 改天来找我 再看 改天会来找我 再过几天 我去找她 今天已经17号了 那今天已经16号 明天17 20号 21 2号 我去找她 20号 21号 1 2号 做3 2 3天 是吧 嗯 可以的 可以的 到时候 到时候 我们去 开机直播 去接姐姐 好不好 家人们 好不好 家人们都挺好的 你家人们都 那肯定啊 家人们都像我自己的 爸爸妈妈一样 一直一直支持我 一直帮助我 呃 给我这样那样 问好 呃 我身体都不好的时候 他们都一直抱 陪着我 呃 陪我聊天 呃 等我不知道怎么去 走这些路 不知道怎么去做的时候 他们也会 教我怎么去做人 怎么去做事 这样子的一些家人 知道吧 我姐那边应该是网络卡 老师听不见 家人们 老师听不见 华姨姐姐来直播 家对的对的 宝贝女儿 往上好 往上好 李大姐 往上好 往上好 家人们 姐姐录一下 姐姐说 212号会来 212号再给你们录 家人们 她会从深圳那边过来 家人们 她会从深圳那边过来 我订好票 还是开车去 把酒订好了 就跟你说 好的好的 可以的 哇 谢谢 谢谢大网红 谢谢东哥 谢谢东哥送的礼物 谢谢 感谢 可以的 那当时你 你订好了 你跟我说 然后我去 那个地方 去 谢谢送的木鸡 谢谢东哥 去接你 好好 好的 我带着我的家人们 去接你 好 可以的 可以的 好的 这样吗 还没有给我点关注的 姐给我点关注一下 好不好 还没有给我点点关注的 给我点点关注这样吗 谢谢东哥 谢谢 欢迎来到直播间 东哥 你没有在直播吗 今天 那姐姐你那边好像有点卡 听不见 可能是 嗯 那你 我也不知道说啥了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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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尴尬 没事没事 那你连 连一下 你们的那些 白衣蛋糕 什么之类的吧 嗯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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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也不知道说啥 哈哈 好的 好的 可以的 见面在聊 嗯 然后天赞你 那个 因为今天 现在 我还好 有点事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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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注意身体 嗯 你感冒 多注意一下 好的 好的 拜拜 嗯 你挂吧 我不会挂 好的好的 这样的 我感觉 谢谢 谢谢 送的帽子 我感觉我姐 我们两个挺吓的 有的时候 突然间就没话说了 突然间就不知道说啥了 那种 挺那个的啊 挺挺 就是 就是莫名其妙的 有的时候挺尴尬的 那种 我感觉我姐和我有点像 家里面还没有给 阿子点点粉丝 登牌的 点点粉丝登牌 点点粉丝登牌啊 点点粉丝登牌 谢谢 谢谢 谢谢你们的支持 谢谢 阿子 像姐姐 是姐姐 我像姐姐吗 帅个姐吗 但是呢 我听我妈说 我姐的妹挺苦的 知道吧 你们想不想提 想提到 我给你们讲一下 讲一下也没事的 我实话实说嘛 对不对 我讲一下也没事的 你们想不想提 想提到 我给你们讲一下 我又没有讲别人 我就讲我自己的家人 对不对 听是吧 听到 我给你们讲一下 我我妈妈说 我姐姐是这样子的人 她说 我姐姐呢 跟着她走了之后呢 订了王王亲 而且呢 订了谁家的王王亲 你们知道吗 订了我大舅舅家的 知道吧 我大最大的舅舅 还是二舅舅 我妈说二舅舅 还是大舅舅 家的儿子 对 舅舅家的 订了王王 请知道吧 是这样子的 订了之后 我姐姐呢 好像刚刚她说了 在小姨家 过的 她说她在小姨家生活的 就像阿姨默在我 小妈 她这里照顾 在我们家一样 在我小姨家 长大的 我姐姐是 然后嫁给她了 她说很早 十几十八岁的时候 就嫁给她了 她现在的儿子 已经九十岁了 她的 我姐姐的儿子 已经九十岁了 已经很大了 然后我姐姐的话 二十岁就差不多 二十岁就 有娃娃了 有娃娃之后呢 他们两个呢 也关系不怎么好吧 就是 关系不怎么好 所以经常吵架 干嘛的 就是然后 我姐夫和我姐姐 他们两个 也经常闹离婚 什么的 知道吧 所以我姐姐 她很命苦 就是 挺伤心的 然后我舅舅 大舅舅 他们条件也不好 所以呢 就是搞得 有点挺那个的 知道吧 所以呢 我姐姐她命很苦 所以我呢 听得出来 刚刚她说话的时候 她的一些 就是无能为力的那种感觉 就是 没办法的那种感觉 她说 她刚刚不是说了一句吗 她说 哎呀 没办法 她说 命运吧 她说 这就是命运 是这样子说的 对不对 所以呢 你们 你们感觉到了没有 你们感觉到 我姐姐的那个声音 里面能听得出来吗 听得出来了没有 就是这样子的 阿子 不能讲 那我就不讲了 那我就不讲了 我讲了吗 那我就不讲了 好不好 那我就不讲了 懂是吧 对 能感觉得到 我姐姐的那个 但是我觉得 我还是很崇拜 我姐的 她虽然这个样子 但是她自己 已经拼出 她自己有车 好像自己也有房 然后她自己 在外面这样子工作 我觉得真的好优秀啊 而且她也是 没有读过书的哟 真的太优秀了吧 对不对 家人吗 是不是太优秀了 哎 真的好优秀啊 大姐姐现在好了 这就是 那女父亲害了 到上民族的姑娘 对呀 真的好多 我们这个民族 好多人都会嫁 给自己救救家的儿子 就是救救家的儿子 就是表哥嘛 还有姑姑家的儿子 很多人是这样子的 很多人就是 小时候就给姑姑家 和救救家 递了王文青 这样子的 知道吧 别讲了唱歌吧 好的 哎 不讲了不讲了 这样嘛 对了 你们你们想不想要 那个粽子 我觉得那个粽子 好好吃 我给我姐 我给我 那个姐姐聊了 我觉得很好吃之后呢 我想就给我家人们 分享一下 这不是快要到 那个什么 节日了吗 所以呢 虽然我想跟家人们 分享一下 虽然你们想要的可以 我就给你们上个几单 他说 他说家人们想要的话 他可以给家人们 不想要的话 他说不用 他这样子 知道吧 想要的口个一种子 真的超 我会给家人们 帮线 小夹 不想要的